一般的臨床上的病人 現在比較困擾就是對於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一些治療 治療的成效還不見得有長足的進步 那一般病人 常常感染的病人最常見就是病毒性的感染 但是一些除了病毒性感染之外 還有一類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 那目前也只能靠運動減重 然後甚至吃一些保肝劑來做保養的效果 那各大藥廠及醫界都在找尋有效的治療的藥方 去治療非酒精脂肪肝炎 那我剛剛講說我們學校的養蟲草方面的研發成果相當好 那從已經知道的一些文獻看起來好像對肝臟有一些保護的效果 那我想就藉這個機會跟徐老師他們的實驗室來合作 來做冗蟲草在於肝臟 特別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保護效果 看有沒有辦法得到一些成效 那就目前初步的動物實驗看起來好像有不錯的成果出現 冗蟲草在我們中藥要點它是屬於藝被補腎 所以在這個肝病方面的改善呢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科學的資料佐證 那我們在搜尋目前國外的期刊呢 有發現說泳蟲草的紫屍體呢 對肝指數的一個降低改善是有幫助的 那在配合我們這幾年呢 政府會不公告說 泳蟲草菌屍體呢 可以當作一個保健食品開發的原料 因此我們就把這個泳蟲草菌屍體的效益呢 把它當作我們木肝的一個原料來做一個實驗體 那目前的那個研究成果大概是怎麼樣 目前初步實驗來看呢 非酒精性肝炎的這個動物老鼠呢 是有一個明顯而且非常顯著的一個改善 那對它的一個泳蟲草的 目前的機能性成分的一個作用呢 我們還在做研究 我們希望說這個開發的泳蟲草菌屍體化效應呢 它能夠有一個指標性的成分 來做滿確那個效價的一個評估